Hello,大家好,浪子走中国,用脚步站在中国 我现在在辽宁,锦州 在我前面是锦州火车站 锦州是辽宁西部中心城市 辽宁重要的工业城市和辽宁沿海经济带重要的港口城市 这个视频我带大家去走一走锦州火车站附近的里广村 去了解一下锦州火车站附近的住宿情况 这边一条街都是小宾馆,小礼馆 可以说是多如牛毛 最便宜的只要20块钱了 太不可思议了 前面还有招待所 这边最便宜的只要15块钱 普通间15元起 这个城中村里面的小宾馆 小礼馆 更是多如牛毛 还有足道按摩 一路过去都是宾馆 还有各种美食 其实这些小宾馆都按床玄机 它外面标的是15块钱 当你去问的时候 它一般都会跟你说 15块钱的已经没有房 凭我多年的经验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驴肉饺子加常菜 老大坛闷肉 这个城中村的美食特别多 这边一家洗衣关门 这都是城中村的老房子 这都是城中村的老房子 宾馆 东北这边比较流行和饭 燕子正规竹寮 地摊烧好 锦州的烧好非常的有名 前面又是宾馆 这个城中村还挺有生活气息的 好肉火锅 各式各样的美食 一到晚上 这些烧好汤就乐闹非凡 消费也不高啊 啤酒三元起 拌菜五元起 娱乐还是挺多的 这有红解棋牌室 又是一家宾馆 宾馆太多了 这些小摊很有生活气息啊 特别的接地气 这边有卖水果的 西瓜 变成江湖 变成江湖 散烈 这里的东西 这边都是卖水果的 卖蔬菜的 前面有老北京烧饼 一圆一个 好便宜 这边是海鲜 炒货 大鸭蛋 这边又是卖蔬菜的 卡尔滨特赦烧饼 看一下空中的电线 错综复杂的 这就是一个城中村 草莓 鱼 小龙虾 铁板机架 这一家比较火 这一家比较火 好香 蓝鱼 铁板机架 这边是卖水果的 花生芋豆 海鲜 糕粮酒 老北京香酥蚝饼 特色杀猪菜 老式饼店 这是什么饼 糖饼 糖饼 这个饼 里面有什么的 这里面是糖的 我不吃糖的 我以为是漏的 这个是不带糖的 5块8 给我来4块钱这个姜香饼 这个里面包的是什么 里面糖 我不吃糖 买了一点酱香饼 我觉得那个新拌鸡架挺好吃的 要配啤酒吃 但我也不能喝酒 行就这样吧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有点感谢 谢谢 我们下期见 谢谢 您好 麻烦